在各国的行政传统里面呢 一年的开始啊 都很可能是很多法律开始执行的时候 像今年年初呢 就有很多法律啊 是令人瞩目的开始执行 首先呢 台湾的义务兵役法啊 整个义务役的议期呢 从四个月便延长到一年 这个呢 对于整个台海是个大事 第二呢 就是美国加州啊 因为美国加州是比较民主党的一个州 比较先进嘛 就是公共场合一个比较严格的禁枪法令 也是极富争议啊 现在还在上诉过程之中 也开始执行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跟中国关系最大的 就大家都很关注啊 去年也引发了巨大争议的 爱国主义教育法啊 从1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 今天呢是1月2号 我们就来看看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 它可能将以什么方式 影响大家的生活 大家好啊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希望大家新年一年 各种你自己的计划 都能够顺利的完成 那么欢迎收看 新一期的审时主查节目 我是李厚诚 这期呢我们来聊聊 刚刚开始执行的 爱国主义教育法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那有这个法之后 是不是以后不爱国 就是一个罪了呢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啊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不能这么理解 第一部分我们就要说明白啊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法 那中国讲法呢 如果是那种秦法 就是中国秦朝的 这个法制制度啊 那当然所有秦法呢 基本上都是约束一个罪 但是现代法制却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三权分立 分行政立法司法 立法权就会立很多的法 对吧 像国外的国会啊 议会啊 议院啊 都是一个立法的机构 但立法的机构 并不是每天都来发明 很多的罪名 对吧 立法的机构 每天都在立法 所以说法呢 中国都是一个词 但在国外可能会有两个词啊 就是law和act 这两个词 在国外呢 像大陆法系国家 像德国 日本的议会 确实啊 也要来修订 刑法 民法 这些法 在英美法系呢 这可能更多是因为 判例的一个积累 所以在国外啊 有act和law 很多时候 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之下 立法机构立的是act 比如说美国 来限制中国的芯片的这个act 叫做芯片与科学法 就叫chips and science act act本身呢 就是约束行政权 要去做什么的法令 而不是一个法律 也就是说行政权需要 去积极的做什么事情 而不是约束公民 哪些行为违法 那个是law 而这种是act 那么爱国主义教育法 是什么呢 是一个act 还是一个law呢 这个东西啊 其实对于理解中国法治 是很有帮助的啊 中国啊 既从咱们现在的元首啊 实际上强调 以法治国等等等等 其实强调的是act 强调的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啊 要利用各种各样的act 来约束地方的行政 但是呢 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在中国啊 这个事儿常常是混着来的 所以爱国主义教育法 是什么呢 里面既有act的部分 有约束各个行政部门 需要去做什么 事业单位需要去做什么 也有law的部分 去约束各个公民的部分 所以说这里面会怎么惩罚呢 我觉得首先大家要关注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了爱国主义教育法之后 我们每个人面临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特别好来参考 这个英列保护法 因为爱国主义教育法之中 根本没有 里面有很多禁止事项 公民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但根本没有写 怎么样就会遭受什么处罚 这一点呢 跟这个英列保护法一样像 英列保护法呢 也有 比如说禁止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英雄 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肖像啊 等等 包括网络和电信怎么样啊 任何组织如果侵犯啊 就要提起诉讼啊 就要依法审查 依法处罚 但实际上里面 没有写该怎么处罚 这些部分呢 都是行政的自由材料 所以我们可以看几个 英列保护法的判例 到底是怎么处罚的 首先呢 里面有一类 针对起事业组织啊 典型的事件呢 是之前暴走漫画这个栏目啊 他有一个拿秋少云事件 来开玩笑的一个事情 所以从内之后呢 就是一个行政处罚 相关人员呢 在企业内部被撤职 节目呢 无限期暂停 勒令呢 这个企业进行自我的整肃和整治 像这个呢 并不是对企业的法人 进行了这个 呃 刑法的起诉 对吧 也没有进行罚款等等事项 更多的呢 是在这个广播电视的体系之内啊 或者管理之内 净是一个行政的处罚 其他有更多的呢 针对个人啊 都是寻衅滋事处罚 比如2019年四川森林大火 有几个这个消防官兵逝世了 那网络上呢 有一些开玩笑的言论 就与寻衅滋事罪论处 2020年的中进冲突啊 这里面一个前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啊 就说中方隐瞒了死亡数字等等 也是以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起诉的 2020年呢 金山独霸又陷入了这个邱绍云的事件啊 也是这个 以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烈士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 进行一些行政的处罚 所以你看啊 这个英列保护法呢 里面并没有写该怎么处罚 但实际上呢 如果是启事业组织呢 就多了一个行政处罚的罪名 对个人来讲呢 几乎多了一个适用寻衅滋事的罪名 我觉得呢 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 从这之后 是不是不爱国就不是罪了呢 那我就要说 实际上以前不爱国也是罪的吧 以前如果你在网上 发表一些不爱国的言论 也很有可能会以寻衅滋事罪论处的 而且爱国主义教育法 现在我们立的法 立的都 都很奇怪 爱国主义教育法里面 跟英列保护法 甚至还有重叠的部分啊 这两个法都在约束 对于英列名誉的保护部分 甚至立法都是重叠的 这个是一个不应该的事情啊 我们这次并没有在 爱国主义教育法里 发明新的行政处罚 与刑法的罪名 所以对于个人呢 依然是以寻衅滋事处罚 对于组织来讲呢 更多是行政处罚 只是对个人来讲呢 又多了一些 比如说 如果你不配合爱国主义教育 很可能呢 也会遭受一些寻衅滋事的 或者处罚 是哪些人不配合 是不是普通人呢 其实不是啊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细说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立法有两种 一种是act 一种是law 一般来讲立法机关啊 像国外啊 立的法 绝大部分是act 那在我们国家呢 政府其实主要想做的是act 但是我们国家呢 会混着来 act和law都会有 好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了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性质啊 所以并不是从此以后 因为这个法 爱国呢 就是不爱国 就是一个罪过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 好 第二个呢 网上很多人评价这个法 觉得这是我国啊 这个意识形态濒临破产 所以说才要搞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 要以法的方式来做 来推行 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其实是没有这么一回事的啊 首先 在这个法之前 我国有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啊 它做的强不强力啊 已经很强力了 已经非常多了 对吧 那你就要问了 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要立这个法 不是多此一举吗 啊 不是啊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我们之前其实有一个直播切片 专门来讲中国的法制裸架 把它放在上面 你可以去看 这里我们就讲啊 中国讲的依法治国 法治 跟标准的宪政法制啊 就是以法律来限制行政权的四亿万维 是完全不同的 在那个切片里就讲了 中国的法治主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党中央意志的法规划 实际上它想解决的是 央帝关系和央企关系啊 就中央与地方行政的关系 中央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的关系 让中央的决策 对于地方政府啊 各种企业组织的意志 有更加明确和强制的目的 所以中国的所谓法制立法 都是做这个事情 那爱国主义教育法呢 其实也不例外 爱国主义教育法 就是要强化中央的爱国主义教育 对于各个地方的教育体系 政府体系 这个新闻机构啊 等等等等的约束 对他们进行明确和强制 这个act 是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more的部分实际上 并不是里面最主要的部分 所以说呢 可能并不能从这里反推啊 国家有什么意识形态的危机啊 导致我们一定要把爱国主义教育来立法啊 没有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呢 还是对中国立法体系不熟悉造成的啊 之前我们在那个直播里也讲到啊 实际上人大法工委和人大常委会 每年要立好几十个法呢 各种新的act不断的在推出啊 只是绝大部分都是行业的 企业的 公共管理领域的 跟个人不直接相关 所以像爱国主义教育法和这个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 跟个人直接相关 比较受我们关注而已啊 实际上我国在大量的心理法规 这种法规并不能反推出 我国有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些危机或什么东西 所以现在呢 我们对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应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第一呢 它不是一个什么紧急事项 这就是我国最近要把大量的中央意志和中央的决策 全部变成法规化的方式来运行的一环 第二呢 它主要是一个act 比较少的部分呢 是一个law 但是虽然少啊 它依然对我们有影响 所以我们这部分就具体来看看 会对我们每个人造成什么影响 这不是没有影响的 第一 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法 什么是爱国 这个没有什么 呃 多的部分啊 也没有什么意外 其实就是爱党了 比如说你们第三条就提到啊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呢 就坚持爱国和爱党 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着力点 把全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国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 中华民国还行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鲜明的主题 可能在看这个台湾大选辩论和政策发布 看的多了 看到中华民 就是中华民国 好 你看这里讲的就是爱国 就是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爱国主义教育内容一共九个 前三个都是党的内容 什么是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第一个就是党的思想 各种各样党 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个是党史 第三个呢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制度 就是实际上爱国主义教育就是爱党嘛 这当然没什么可惊讶的 在我国就是这样 这个大家都很明白了 好我们看第二部分 作为行政act的部分 就作为一个act法的部分 他要求地方政府做什么 我们也能看出啊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如果落实下来 他是要做什么事情 你是会经常被拘友会叫去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吗 其实不太会啊 第一个行政主题啊 就是地方人民政府和军队 那我们就来看 在地方人民政府主要是哪几个部门 跟爱国主义教育法相关 是以下这几个 文化和旅游 新闻出版 广播电视 电影 网信 文物 所以你看 主要还是实体化的宣传部门相关的事情啊 这里真的就一点都没有提到社区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里面呢 是不太有的 主要地方政府完成的呢 还是文宣工作 文宣领域 是它的核心 这里当然也提到 解放军 人民武装警察 也要依规 对内部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工作 也要利用自身资源面上社会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啊 这是一个旁支 第二 我们刚刚第一啊 是这个地方人民政府和军队 第二是各种社会组织 什么叫社会组织呢 这里指的就是 工会 共青团 复联 工商联 文艺联合会这些啊 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啊 这个就不用说了 是统一战线相关的 第三 就是很多国家级的宣传 就是国家政府 国家级的宣传 但这部分呢 其实都是旧瓶装新酒 比如说 在国家级宣传上 它把什么叫做爱国主义教育呢 法治宣传教育 国家安全和国防教育 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 国家安全和国防关键 引导公民自觉旅行 和维护国家统一名字团结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以前一直在做的 所以我说这部分国家级呢 其实是旧瓶装新酒 第四 这部分大家也能想象了 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嘛 一定就会影响到教育系统 所以教育系统呢 提出了很多 所以爱国主义教育 必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各级各类学校 要对爱国主义教育 贯穿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办好什么呢 思想政治理论课 并将爱国主义教育 融入各类学科和教材 这个呢其实以前大家都有啊 就是思政课程 和其他课程的思政化 这个呢就是以前都有的 好 之下呢 各级各类学校 应当要课堂教学 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 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 融入校园文化建设 和学校各类主题活动 组织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等场馆设施 增加爱国主义教育校外实践活动 你看这一点呢 就是把学校体系 和之前提到的地方人民政府的部分 结合对吧 你就可以想象文化旅游 文物部门 等等等等 包括电影展播 以后呢可能学校 就需要去各个地方的文物单位啊 各个地方的文旅单位啊 组织爱国主义电影展播啊 等等等等 应该就是这一部分 其实这些部分 大家都不意外对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的 大多数都是之前就在做的 这些内容呢 其实你可以想象 不光中国政府 一个外国政府 比如说法国政府 你可以想象 当然不至于能搞这么狂啊 但应该也会有这些啊 应该也会有这些act 很可能在教育过程中啊 各级政府要去做 所以这部分呢 没有什么太奇怪 但里面有个关键区别啊 一会我们会说到 就是跟个人义务配合相关的 有一个关键区别 我们会提到 所以整个这部分呢 就是整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作为act的部分 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想象啊 没有那么奇怪 国外政府也可能会有 好 我们就来说第二部分 law的部分 也就是比较奇怪的部分 上面部分呢 是行政单位要做的 一个国家嘛 只要你有钱 你那个行政资源有 你就可以去做这些事情 只要人民能够通过 在国外立法院 也可能能通过这样的法规了 但第二部分 作为延长的义务 强加给社会义务的部分 国外就不太有了 这边有哪些人 被强加的义务呢 我一个一个来讲啊 第一部分呢 是家庭的义务 第十七条 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 应当把热爱祖国 融入家庭教育 支持配合学校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引导鼓励未成年人 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 也就是说 父母和监护人 有义务 让子女参加 不是你自己啊 让子女参加这个活动 比如说如果 学校组织有活动 但你因故 不让你的子女参加 会不会违反 爱国主义教育法呢 会 这是第一个 给家庭赋予的义务 第二 公职人员的个人义务 你说公职人员 应该就 是act对吧 不是 我们都说到了 公职人员 只有他在职 和职权范围内 按照一个现代理性国家 只有他在职 和职权范围内 他要付有限的公共义务 比如说我是个公务员 那我下班的时候 其实说什么都 应该 在国外 是没有问题的 在国外 你是个公务员 你下班的时候 或者你已经完成了 公务员的公职工作 你去参加 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 什么的都是你自己的权利 但在我们这里呢 18条啊 国家机关 应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 爱国主义教育 发挥公职人员 在忠于国家 为国奉献 维护国家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 维护国家安全 荣誉利益方面的模范 带的作用 这就增加了公职人员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方面 表率的义务 这是第二部分啊 所以以后 如果你是个公职人员 你很可能会有 这部分的活动啊 事项啊 必须要去参加 第三部分 企业力务 企业事业单位 应该要爱国主义教育 列入本单位的教育计划 等等等等 我就不信念了 所以企业呢 也需要这个义务 第四 专业人员的特殊义务 什么是专业人员呢 就是教科文位体 就教科文位体 这些专业人员 应该起到宣传 培养知识分子 专业技术人员 运动员 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 为国争光等等 爱国行为之中 因为这些人呢 在现在的社会之上 而他既在我们过去的社会 结构之中 和现在的社会呢 这些人可能都 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为主义教育的分子 第五 办官方机构的义务 什么叫办官方机构呢 就是基层人民政府 和群众自治组织 在我国呢 其实体现了这个居委会 和村委会对吧 虽然实际上 他都是受这个 县委和这个街道 去控制的啊 但在我们上 他属于群众自治组织啊 这只是一个说法的问题啊 但这里面就有很多 要去组织了 但是呢 这里面确实啊 只是约束 他们要去组织这些活动 在这部分 确实没有要求 普通公民有义务 参加这些活动啊 这是没有的 再往下一条啊 行业商会义务 行业商会就不说了 再往下一条啊 宗教组织义务 国家要鼓励和支持 宗教团体 宗教育 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 开展这些 好 下面重要了 宗教教职人员 和信教群众本身 都需要引导他们 宗教与社会主义 社会相适应 所以如果你是个普通公民 你没有参加 爱国主义教育的义务 但如果你是个 宗教的教众的话 诶 说不定你反而 还就有了 所以宗教教众这一条 其实啊 未来我觉得 会有很多的矛盾存在 好 最后一个义务啊 就是港澳台 和海外侨胞 就是国家要采取措施 开展一国两制啊 香港 澳门 等等等等 维护主国统一啊 台湾 等等等等 要加强于海外侨胞的交流啊 增加侨胞的爱国情怀 和海外侨胞传统 啊 这个是港澳台侨胞 这一部分呢 就不是act的部分了 拼向于law的部分 因为它其实给很多人 增加了新的义务 但是呢 它确实并不覆盖 所有普通人啊 如果你是 第一 你是家长 如果你阻碍子女参加国 学校的这个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或者在学校的微信群 或者被自己子女举报 等等言论的话 我觉得呢 会有风险 第二 公职人员 在非工作职责和时间上 你的言行呢 可能也会遭遇这个法的影响 第三 企业决策者 管理者在企业内部 如果 发表了一些言论 或者没有配合 开展活动的话呢 可能会有问题 科教文位 体人员 大学教授 体育明星 运动员 等等等等 未来的言行呢 可能会受到影响 有信仰的人 宗教人士 信教的群众 未来呢 言行可能会受到 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影响 港澳 港澳的影响都大了 大家知道 这个有了之后呢 香港和澳门的教育体系 可能会比大陆的改变更剧烈 因为在大陆 我们过去 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些了 所以现在你感觉 可能感觉没有到那么大的变化 但在港澳变化 我觉得很大 台呢 我觉得几乎只能影响 在中国的台商 及其子女 对吧 其实对台湾本岛 影响不了 对海外呢 我觉得暂时现在 可能还够不着 那么反过来说 就是家长 公职人员 企业的决策和管理者 科教文位体 有信仰的人 港澳的居民 和在中国的台商 及其子女 未来呢 可能就会有新的义务了 好 我们就要来说 这些新的义务是什么呢 我必须要说 如果只从爱国主义教育法上看 这个义务呢 确实立的比较谨慎 没有扩得特别大 什么东西不能做呢 第一啊 侮辱国旗国歌国徽和其他有损国旗国歌国会尊严的行为 这个其实之前国旗法已经有了 第二条 歪曲丑化 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就是英烈法的内容重叠有了 第三 宣扬美化否认侵略战争侵略行为和屠杀案 这个是这个日本侵略的这部分啊 第四 侵占破坏污损爱国主义教育设施 这是关于这个文教内容和文物 包括文物场馆啊 第五 法律行政法外禁止的其他行为 当然啊 第五条这个呢 就是这个行政 自由裁量的部分啊 就可以补无限的扩大 既然有其他就可以扩大了 但我必须说啊 一二三四啊 基本上还是针对设施 就是这个国旗国会国歌 和爱国主义教育设施 这两个设施 和历史 就这个主要是这个抗日战争侵略史 和英雄世纪略史 说实话 针对日常其他言行的 至少从立法上讲比较少 比如说啊 我说美国有些制度好 中国有些制度不好 是不是就犯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至少从前四条来讲 不是 也就是说 从立法的目的之上 主要还是针对一些精神课题啊 包括国际国会啊 历史事实 他们认定的历史事实啊 烈士啊 爱国主义教育设施啊 这些啊 但是我也不会说就很安全啊 因为反英裂法 这个谁是英裂 就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像那个袁隆平 之后有人不是 在网上骂袁隆平 也是这个反英裂法 对吧 也被这个寻衅滋事罪处罚了 所以说 实际行政处罚 比这四条有扩大 那是肯定一定会发生的 那必然会发生的 所以这么模糊 到底处罚不准是什么呢 我会说啊 在中国这个事情啊 不是百分百吧 但还真有一个处罚标准啊 就是愚情 就如果你的事 引起了比较大的愚情啊 又沾爱国主义教育 和爱国这些事的边 如果你又是一个家长 是个信教的群众啊 或者一个企事业单位的人啊 或者是个科教文位体啊 你可能就会装进这个框框里面 然后反过去被寻衅滋事罪论处啊 都是有可能的 总的来说呢 可能是以愚情为主了 从立法上 大概是这样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了 就是增加了哪些新的义务 令人担忧的部分是什么 总结一下啊 里面政府act的部分呢 其实没有特别奇怪 而且很多就是 以前早就会有的 只是未来呢 这种爱国主义的政府行为 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啊 而且现在中国的财政并不充足 其实我也很怀疑 会大张旗鼓啊 有很多新的行为了 我觉得其实现在 财政也不支持 里面比较担忧的呢 就是增加了很多 个人和企业的义务的部分 就可能会像这个英列保护法一样 带来一些行政 过度执法的问题啊 而这种行政过度执法呢 多半会出现在这个 愚情比较大的事件之上 就可能会与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来论处 好 大概这个法本身就是这样啊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很多人就会说啊 你看你们批评这些都是双标 国外也有爱国主义教育法 美国爱国主义也很强烈啊 满街国旗啊 奏唱国歌的时候啊 运动员如果不按着胸腰或者跪地 还会被骂对吧 你就你看 你们的爸爸美国 当然我 当然我经常批评美国 反正他们这么说啊 就你们的爸爸美国这样啊 你们就不骂啊 中国有爱国主义教育法 你们就骂 所以国外有这个法律吗 一部分有 就哪一部分有呢 act那部分有 比如说美国啊 确实联邦啊 包括各个州啊 有很多这种act 关于国歌啊 宣誓啊 爱国主义教育啊 都有 但是 这里面有巨大的不同啊 第一 个人义务完全不同 说到爱国主义教育啊 经常有人给你举个美国例子 就是美国小学 就有对国家宣誓的仪式 就你要向国旗宣誓 宣誓对 这个美利坚合同国效忠 啊 你看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我跟你说哪不一样 这事实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呢 他这个事实说了一半 哪一半呢 在美国举行这个仪式之前啊 学校是要征求家长的同意的 你的家长可以在这场上打勾 就是我的孩子参不参与这个 你是可以非常自由的选择 不参与这个的 比如说啊 如果你的家庭是天主教 或者是比较保守的 犹太教天主教 犯亚伯拉罕宗教 是不可以拜偶像的 对他们来讲呢 可能对于国旗的参拜 或者国家实力的参拜 也是用拜偶像 他们可以不参与 同样 如果你有别的这个政治倾向 比如说我就是没有那么认可 这个组织 或者我们家庭是一个移民家庭 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认同 并不是一个美利坚合同国的认同 你是可以不参与这个的 所以这个呢 并不是强制的 第二 美国可以反英裂反国旗吗 完全可以啊 就说烧国旗这事吧 中国烧国旗绝对是不可以啊 要既犯国旗法 也犯爱国主义教育法 但在美国可以焚烧国旗吗 可以 而且呢 这是受1989年 这个Supreme Court的一个判例 所 所裁定的 就是德州与这个强森 Texas v. Strong 这个案件 最后援引的法令呢 是这个宪法修正案 言论自由保护条款 认为焚烧国旗是一种expression 就是是用言论表达 而在美国言论表达是有自由的 所以在美国呢 焚烧国旗本身呢 并不犯法 很多人还说啊 你看美国有爱国主义法案呢 这是妄文生意啊 其实爱国主义法案 跟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关系啊 这是美国在921之后的一个监控法案 当然这个法案本身 也非常有争议啊 但这个呢 确实跟爱国主义教育 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除了美国之外 其实其他国家对爱国主义呢 相反像美国这么强烈的国家 还比较少 比如说啊 二战的两个战败国 德国和日本 不仅没有爱国主义教育啊 还严格控制爱国主义教育 德国和日本都有相关法规规定 在教材中绝对不可以出现 任何国家主义的表述和表达 比如说在德国和日本的教材之中 都不可以提到什么东西 为了国家啊 这个国家啊 就国家主义都是被严格禁止的 在日本呢 学校的老师啊 还可以拒绝在奏国 奏国歌的时候 然后起立 这个时候还是引发过诉讼的 而且是老师胜诉的 所以在这些国家呢 不仅没有爱国主义教育 对于国家主义的教育呢 都有相当多的禁止 其他国家 其实爱国主义教育 也非常的有限 比如说啊 在欧洲大家都知道 最接近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 应该就是法国 法国呢 其实非强制的 国旗国歌纳入小学教育 是2018年才有的新立法 在2018年之前啊 国旗国歌 甚至不是小学教育里面的一个环节 2018年之后才是一个环节 而且呢 也不是强制的 所以说国外是不是有这些法律呢 做一个act 在某些国家 确实是有爱国主义教育 啊 你只要投票能过政府有钱 其实都行 对吧 多多少少 有些国家做的多 有些国家做的少 像德国和日本严格禁止 美国能做的多一点 但是 把这个事情强加为个人和组织的义务 进而要进行惩罚 大家就明白 这在国外有民意就可以吗 政府有钱就可以吗 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呢 因为如果要给个人施加这样的义务 个人和组织的话 这已经是一个宪法事务了 就已经不是个国会可以决定的事了 就比如美国 能不能国会明天立一个法 只要谁烧国旗 谁要判刑 这不行啊 这是一个最高院的事物啊 这是一个宪法法院裁定的事物 所以这一步在我国 就可以靠这个人大常委会就可以立 你一个家长不配合 就要受惩罚 这个事儿 在国外啊 这就完全不可能啊 这是一个宪政的事物 但不是吧 就是任何的宪政国家 这个都不可能啊 所以说大而化之的说 啊国外有有 你怎么不骂 中国有你就骂 那我就要说 这两个事儿呢 是完全不同的 国外呢有act 那中国的act呢 我觉得没什么可指责的 政府想那么做就这么做 但是呢 如果要强加给个人和启示的义务 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了 哪里有呢 可能平行宇宙的美国有吧 就像很多人脑海中的平行宇宙啊 有一个美国 在那个美国呢 你讲脱口秀的段子啊 讽刺有色族裔 讽刺犹太人 讽刺军人 跟中国一样要被判刑 当然啊 这也只存在于 平行宇宙中的美国 而不是真实的美国啊 真实的美国 就是 你觉得YouTube上搜这种段子 多了一塌糊涂啊 OK 希望这期呢 能够让你更理解了 立法 什么是act 什么是law 以及他们其实背后的区别 以及呢 理解了我国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到底对哪一类人 可能会带来新的风险 当然这个风险不是普世的啊 它也是跟第一 运动是执法的强度 第二 舆情的大小 可能会有关系 当然啊 这也是一个令人很不安的事实啊 呃 我就是更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个 呃 行政处罚法的草案的落地 和有没有具体的修订啊 我觉得可能对大家影响会更大 到时候呢 我们再做节目来看 好 最后两个简单的公告啊 第一呢 非常感谢国际赞助的同学 在2023年啊 其实我已经出来 能够自由创作呢 跟你们的赞助都是分不开的 如果还希望能够继续赞助啊 同学呢 也欢迎在这个链接啊 能够参与这个PATREON 对我的赞助 非常感谢大家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不仅有这个视频 还有这个直播 电台 书籍 文章 一大堆号 新闻newsletter 尤其是这个新闻newsletter 一大堆的服务 欢迎呢 到这个show note里面 来查看所有服务的类型啊 能够广泛的接受到这个 我 这个个人啊 带给大家的所有类型的服务 好 啊 谢谢大家 再次祝大家新年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记得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相信